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沦落到我们这个没品位的清单节目了 您是主持人 形象上海小开 穿这个刚到好处 这事衣服不错 不是 我是上海小开 人家这个陶老师啊 是英论风 对吧 这个所以陶老师今天你这么了解英国 我们这个甚至是港英淤涅 所以呢 请你讲讲最近英国碰到的这个孔习 我看这个义军呢 还写了文章 咱们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好家伙这个开着车就上了这个这个桥了 下了车就砍人了 这是抢救这个伤者啊 然后你看当时这个惊恐万状之状 咱们再看下一张 你瞧瞧 这个现在最新的数字是死了七个人 最小的一个八岁 所以说这个这个梅姨就说了嘛 够了够了 enough enough 咱们看看 我们不能和我们不能不承认 你看每一次出了什么大事 都有一些人 在这个意淫英国人的临危不乱 是吧 说什么炸弹落在头上 对英国人还是维持冷静风度 但是陶老师 我想问问你 你的了解 英国人有忍不住的时候 就英国人要忍不住了会什么样 那么英国人 通常他还真能忍的 像这一次 发生这个孔系 在酒吧里头逃生的时候 就一两三个人一面逃 手上还拿着个啤酒 但是呢 他的这个民族文化 那个风度 它还是有一个底线的 就跟我们一首的华语歌曲 忍无可忍的时候 我会挺身而出 沉默不是泄露 人类不是麻木 这个话呢 跟我们中英两国 在那个 就是说 就面临重大危难的时候 是有相似的 那么这个第一个是退出欧盟 第二个就是恐袭 这英国人平时呢 那很讲绅士风度 但是你把它逼得过了底线 它来的来那么一下子 你看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个德国的军机空袭这个伦敦 对 然后呢 这个丘吉尔 派皇家空军 跟他在那个多佛 那个海边打了一仗 然后这个军机 冲到这个德国敌后 炸汉堡 炸科伦 炸其他的什么 木尼克这种城市 炸死平民 多达八十万 他一出手啊 那非常厉害 当时他 就是自己都拿了 那个左轮枪嘛 就说打到 我这个办公室外头了 我自己拿枪给他们干 现在这个战争 跟二战不同了 不同了 二战的时候 你是有目标 有德国可轰炸 你现在呢 敌人就在你 国境之内啊 就在你的英国公民当中啊 这怎么办呢 这个呢 这一次是有点不一样 因为最近这二十年 英国的这种 自由知识分子鼓吹 这种政治政权 这一次就有人问他 跟上一次 曼切斯特一样 这个凶徒 本来就有迹象 有人高发过 而且高发两次 这一次其中一个凶徒 曾经在一通 电视节目里头出现过 拍的时候 在背景打出一个 伊斯兰国 那种恐怖主义的 这个标语 居然那个时候 电视台把这个节目拍进去了 播放了 毫无警觉性 所以我看到一个说法 不知道靠谱不靠谱 就是说 英国之所以轮到这个境地啊 就说他是世界上 言论自由最宽松的国家 那难道说言论自由 言论最自由 就最会招恐怖主义吗 不是招 他有很多这个穆斯林在那里 当然是因为他地理上嘛 他相比美国 就是离这个中东近 然后他以前也是前殖民主 他都很多人在那 那么其实他确实是之前给人定罪啊 你这个言论自由的范围 包括你法律上怎么制裁 都是非常复杂的 那么之前我就 我在文章里写嘛 有一个钩子传教士嘛 那个人一直散 就是散布恐怖员 在英国搞了好多年 之后判了七年 然后呢 送到那个美国去 马上判无期 就他确实不一样 所以伦敦过去 就是好多人 就是恐怖分子 集中在那里 那这一次我解读 美一说 这个enough is enough 他说要怎么 不能在以前怎么样了 我解读一下 我这就加强监控 不能让他们再有言论自由 那个我前一段 不是在美国吗 在美国 那当然就是官方 给我们看了 他们怎么样去管理 就是说或者说防范 他们不叫这个极端主义 就是激进主义 他们怎么叫 对 他说的都是说 我们但是还要保护 这个言论自由 哪些事情 我们是不能做的等等 那官方当然这样讲 后来我就去了 有一个他们 就是索马里人 聚集的一个地方 那就进去跟人家聊聊天 也就没有 也不是当记者这样聊天 那当地人就跟我讲说 我听说啊 说我们清真寺里面 其实监控摄像头都有 你当然也看不见他在哪 我就是反过来想 他没有我才觉得奇怪 这个我记得 陶老师上次来的时候 就讲过 陶老师这个人讲实话 就是说 英国这个什么 接收外来移民 欧洲接收外来移民 这一套早晚会出事 对吧 但是他有没有一个价值观的崇高正确 你比如现在哈 真的是家门口出事了的时候 包括刚才这个梅宜 就已经你看那个词 都已经叫出了 伊斯兰主义 就开始 这第一次 以前连这个伊斯兰不能提的 你一提 就是说等于是这个 对伊斯兰文化 一株高打一船人 现在他提出来了 这已经很有勇气的 你知道吗 民间有言论自由 政治家没有言论自由 他一怕说出来 变成政治不正确 这次他说出来 为什么 因为拼了跟你 因为快要大选了 你如果在赤弱的话 那个选票都通通跑到攻打 那个三羊胡子 那个老头 那边 那完蛋 所以我现在就觉得 这个所谓政治正确是一回事 但是具体操作是另一回事 政治正确好像都能说得清楚 就比如说 你看咱们使用的词都是 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 什么极端原教旨主义 还有伊斯兰 还有穆斯林 这个派 那个派 逊尼派 什叶派等等 好 你语言上可以讲的这么清楚 但是呢 真的像这种恐袭的危险性 这么高的时候 你得想他这个情报部门 他具体执行的时候 我觉得你很难说 没有说让穆斯林感觉到 你歧视我的这个成分在内吧 现在有人呢 就问了 这个你说不是所有的穆斯林 都是恐怖分子 但是这么多年 所有的恐怖分子都是穆斯林 英国有一个专栏作家 叫理查德小约翰 他是个非常著名的 很有名的右翼专栏作家 这一次他有个文章出来 他说我们不管你伊斯兰教 里头有多少派系 我们没有责任去了解 总之你们这个宗教文化 现身的这种派系 我们就把你算在那本书上头 叫可兰经 他这么说了 你知道吗 这个是极右翼的偏激的观点 很多的典籍 你有出过佛教徒里面的本拉登 在缅甸就也出过嘛 佛教徒也有特别极端的 就非常当然非常少 你说案例多的 当然 那这些基督教流派里也有妖念 过去那那个十字军的时候 那太多了 对主要那现在是一种民间强大的意见 既然绝大多数的穆斯林不是恐怖分子 但是你们这个主流 穆斯林做的不够 你们应该出来选择 你们应该多监控 来多告密 不是全靠我 英国政府什么军从军情武处给你装这个监控器 你们在里头发现了 你们要主动出来 我现在真是不知道这么一个 我就这个傻问题 也的确说 咱说哪个宗教里都有害群之马 咱这么说 但是也的确 当今世界上 你说基督教也好 佛教也好 没听说有这么多社恐的 为什么 我这次有一个体验就是什么 我在美国的时候 就我打一车 然后出租司机 是一个索马里人 他跟我说 他说我出生 他说我是六岁吧 我来到美国 他说呢 我们以前的理解就是说 是来了这里 你不适应这个文化吗 然后你要去找 就是找回你自己 他说不是 他说我来的时候 我就以为自己是美国人 我小时候玩的 我年轻时候玩的 都是一般美国人玩的那些事 喝酒干嘛 到了某一个年纪 我三十多的时候 我忽然要寻回我自己的文化身份了 他开始变成一个穆斯林了 那他不是很极端啊 后来我就是突然就点醒了 我就是包括以前 我对他们的就是 这个了解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 伊斯兰教是一种 跟日常生活 跟文化捆绑的最紧的 拨不开的 比如说你是一个中国人 你说你在美国长大 你有一天要寻找 我中国人的这个身份 你不用找佛教 不用找什么道家 你太多的 你太多的别的元素 你可以去证明 来去说我是中国人的 这样一个身份 基督徒也是世俗化很厉害 他从宗教外面 剥离出来的一大块的文化 艺术什么东西他都有 犹太教其实也是一个跟日常很紧密的 告诉你每天要祷告多少次 要吃什么不吃什么 但是呢 他现在世俗化程度特别的高 伊斯兰教仍然是一个生活典范 你从真眼睛开始 你所有的一举一动都可以在经书 或者是他们解释当中找到 一直到你闭眼睛上上睡觉 所有东西都在里面 那么当那些在西方长大的人 他有一天要去找的时候 他无法找回宗教之外的东西 结果呢 就说我就变成一个穆斯林了 然后他又不了解 所以他对这个教的理 就是了解又不多 那别人告诉他 你现在是穆斯林 你就干嘛干嘛干嘛 他就信了 就说他是跟生活 跟他的文化身份捆绑的太紧 这个是个问题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就算了解 那陶老师你很了解英国 我就用异军文章的标题问你 就是说这次为什么又是英国 或者甚至说英国欧洲没有能力保护自己了吗 这个英国呢 就是说发生在英国头上 这个我早几个月以前都预测了 怎么能少得英国呢 像法国现在穆斯林人口已经五百万 英国的也三百万 数一数二 而且呢英国的穆斯林人口呢 很多是来自这个巴基斯坦 跟法国的北非还不一样 现在巴基斯坦这里头 这个伊斯兰极端化 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所以呢这个早晚会出事 这第三 英国虽然这个伦敦啊 这个街头啊 那个这个社路级啊 是上百万个 但是现在这种啊 偶伐性的 而且忽然间 他自己 心念电转 马上就去开这个汽车 在车上 在网路上 哼冲直撞 没有人给他指示 他自发 所以你在网络上 你英国人以为 我在监控这个网络 一看见这个阿拉伯文 炸药 好马上就盯手 不行 沃尔多余了 巴基斯坦 所以他是个 没准他就是个人行为 最后要靠他的组织 来追认他的行为 他的组织 没有下命令 他自己先干了 以后总部在组织 予以表扬 追认 追认 然后呢 这个 还进他们 母黑还运回来 进庙堂 就是 所以我就觉得 这挺有意思 就是 你比如说 在受西方教育长大的 没办法 他这个生活在西方 过去咱们老是说 西方和平演变 资产阶级相逢独物 多么有腐蚀性 我发现没什么腐蚀性 就是你哪怕是个英国的年轻人 我就觉得他互联网上 这个ISIS的那些极端宣传录影 那到底是什么 那怎么跟钥匙似的了 就是 看了几个月 拿着大刀上街 就砍人去了 这种对灵魂的改变 为什么这么有效呢 这个伊斯兰国呢 这有一本网上的英文杂志 它编得非常好 编得跟泰晤士报啊 什么经济学人啊 那个美术啊 摄影啊 都很地道 而且他拍的个录像啊 这里头还有蒙太奇 有好莱坞的电影语言 非常投合 现在的这些小青年 你说咱没见过什么欧洲文明 古希腊的文化 亚里士多德 怎么咱没办法让年轻人 一下子受了这个 没办法 像义军说的 现在你要寻根 就进入一个非常强大的宗教磁场 对 招请寺 晚会报 天天呢 你要祈祷几次 你到附近的清真寺 你发现所有乡亲父老 都是这个样子 那个对 就有我看过就有个记者啊 就他采访一个第一个给基地组织做那个招募网站的人 他就说其实他当时的那个状态 他说他其实也是一个易怒青年在社会上 他说当时啊 任何是极端暴力的思潮可能都会对我有用 那恰好现在这个主义是最强大最盛行 跟他的这个出生又有这个比较紧密的这个联系 他就投奔了这个组织 当时如果还有咱们现在 如果全世界还有另外一个更暴力更恐怖的别的主义 他可能也跟了那个主义 但现在没有 人一定要需要一个信仰才能活着吗 人性有弱点 信仰呢 如果是太极端呢 就是说真理再走过一步就变成谬误 就变成荒谬 就是这个人没有信仰是不行的 你信仰什么 我那信仰当然是孔梦之道啊 老庄啊 加一点这个耶稣的代表的那种道德 还有佛家的这个 我是如果啊 信仰你不要 我跟你讲 你不要 信仰过日子不行吗 信仰过日子不行吗 信仰两个字就行了 其实我认为就善良 做人要善良 不要做坏事 但是这个信仰不坚呢 你只信个善良或只信过日子 会被人诱惑 比如说啊 他那些人去 冲进去去杀人的人啊 有些人他在他社区 未必是个恶魔 他给小孩子传教 他说给人糖吃给人什么 还表现得很善良的样子 但他接受那种思想 就是说我要去杀的人 比如说他们是异教徒或者什么的 他觉得那些 在他眼睛里看到就是魔鬼了 现在就是他所谓说 在那个The Big 就您刚才讲的那本 那个杂志上面嘛 伊斯兰国就认为 末日之战就要到了 然后呢 那些生活在西方的 非教 就是那个穆斯林 他们不能生活在灰色地带 或者叫 这个舒适地带 对吧 他们给弄出来 告诉他们不能在这个西方待着了 不然在末日战争当中 他们会倒向西方阵营 这个恐怖主义 快要解放全人类了 末日快到了 那你的使命怎么样 你该怎么办 这种 而且在清真寺里头 偶然 像义军刚才说 那个铁钩的那个 那个 叫钩子教室 对 钩子教室 他是怎么会两个手都没了 在阿富汗被炸弹炸了 炸掉的 他就是受了刺激 他首先是个受害 小哈姆扎是吧 对对对 这种人在英国 可以拿英国政府的社会福利 公共资源 然后搞起自己这种社区的组织 公然宣扬这种两个字叫仇恨 清真寺里不让说 人家在清真寺门口街道上 照样说 警察不能转 那所以现在不都是出了这么一个悖论吗 难道说宗教宽容 言论自由 这些东西错了吗 如果这个宗教是宣扬仇恨的话 那不行的 因为我们要回归宗教的这个初心 宗教是导人向善 对不对 如果你是导人杀人 导人仇恨 仇恨入星要发芽 要把昏天黑地来烧它 那么就会造成这种仇恨的蔓延 现在变成这种恐怖主义 但是他跟这个穆斯林 跟这个或者说移民 跟英国这个本地人 本国人的矛盾 当然 或者说是经济啊 工作有关系 英国的政府表面上像美国 德国都是说什么种族平等啊 什么大家包容啊 其实实际上没这么回事 你要是个穆斯林的小青年 你去找社座 去做银行啊 或者做文职 人家这个雇主在面前 一个白人 一个华人 看看名字 华人我会抢到中国市场 我会雇佣他 白人我会雇佣 看看名字 哎 不会雇佣 但是现在那个 职业率特高 职业率特高 市长不就是一个穆斯林 您觉得他是小数号 投票选的 其实你看咱们在伦敦的时候 我一去我就发现了 他们不歧视才怪呢 他们等级意识非常强 甚至他们当地人说 哪一块是住哪一类人的 哪一块是住哪一类人的 这都是贵族住哪 你们住哪 你自己都是种族隔离 阶级隔离 英国是个等级社会 本来就这样 所以你一方面说什么 大爱包容啊 平等啊 那个是理论层面 落实到生活 是不可能的 欧洲也是这样 德国也是这样 德国你说你放110万难民来 将来你这个默克尔 默克尔夫人自己说 因为我们缺乏劳工 你心里你都想 只能够他们去做那种劳工 这个德行开飞机的 你会雇佣一个穆斯林吗 我看不会吧 因为他怕这个影响市场 所以呢 多处都有 都被华人 我们在美国都说 玻璃天花板 没有才 我看有个人写一篇文章 是一个穆斯林 他在纽约 然后他说 才九十岁 他告诉我 我将来要选总统 就他在美国 我说 嗯好 但是我忘记告诉你 这个社会已经不会接受 一个穆斯林可以当总统了 哎呦 就到这个 成就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 直播见 过去咱们中国人讲啊 就是这个不是祖宗有错 都是子孙不孝 就是说 你很多时候 比如说你拿的伦女 或者你拿的圣经 圣经并没有错 但是做恶的 做善的 谁都可以去解释 古兰经也是这样 你像伊斯兰文明 我觉得很多灿烂辉煌啊 而且你古兰经 很多教人像善啊 当然 但是呢 你到了埃塞斯这个地方 他这个 但是你要说啊 咱就说这个 这个大炮打蚊子这事 他这个 现在弄得你啊 寝食难安 然后呢 甚至于你看影响到了 我们现在旅游的意愿 本来我们想去欧洲玩 你现在就得想啊 他老给你找这个麻烦 你真的害怕 据说不是 香港都收到恐怖威胁了吗 对啊 这个伊斯兰国的恐怖威胁 演唱会 足球赛 这两个在伦敦 你敢不敢办呢 对啊 这个事情 两万人的一种 一种 这种长河 当然你可以说 再放炸弹 都炸死十几个人 还是两万多里头的 十几个 你可以这么想 但是这个传媒 引起这股效应 这种恐惧 确实是散播 所以我就说 那那个那年欧洲有个音乐节 就当时就是德国 法国那个空隙 音乐节 好家伙 那是多少万人在那 欧洲人还真是 就是说 我觉得他冒着生命危险 我挺有胆子 还就在这大草坪上 大家聚在一起 跳舞啊 什么玩啊 但是 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 让我知道 实际心里都绷着一根弦 就是啊 远远的 也不知道人群中心 可能是一个人跌倒了 然后在他周围的人呢 哗一下散开了一下 就这么一下 然后你看 你在远处 你就能看到 这个这个十几万人 就后边像波浪一样 哗一下子 哎呦 那这真是只恨爹马 少生两条腿 那个跑啊 哎 我说下成这样 你最后欧洲还是乐土吗 但最后我在想啊 这个像这个 真的是宗教吗 真的是一个意识形态里面 因为我我一直觉得 所有的所谓教派战争 宗教战争 都是虚伪的 对我来说 就是说 好多时候 它都不是因为那个宗教本身 你比如说最近 像那个沙特和那个卡特尔 他断脚 卡特尔和沙特 完全信奉 同一个逊尼派的这个瓦哈比 同一个教派 没有任何利益闹的嘛 钱闹的嘛 谁要更大的这个影响力 这个像这个 这个像这个 这个伊斯兰国他也一样 他要一个身份认同 他要回归他以前的那种荣耀 这个都跟宗教 其实本身是没有关系的 哎 陶老师 你高占元主 你预测这ISIS 他这个命运 他真能成事吗 现在呢 其实在这个总部 在叙利亚 伊拉克 这个美国的轰炸 已经差不多了 已经到铲鱼啊 就到处乱奔了 就是说 现在就 但是在网络上 那个影响 具体在肉体上 这个美国能够 把伊斯兰国都消灭了 但是这个思想 意识 价值观 留下那个辐射 并不是说 十年八载 能够解决 尤其现在 你用这个网络 所以只能够网络监控 然后加强邻居的举报 然后再从这种穆斯林 这种社区里头 这种公共资源 把它砍掉 然后你不是说 有个三千人名单吧 一夜之间 通通抓光 有两万三呢 激进化 全抓光 全抓光 没办法 然后都运到一个荒岛 集中管理 然后他们的这个家庭的 那些那家里人 重点监控 就是说 好好管起来 也不能说连坐 也请他到外面去旅行 喝喝茶 对不对 关注一下 给他做好思想教育 养不教 复制过 什么 这个呢 你不能不做 我觉得这已经到了 孙子兵法的战争的最高形态 新战 新啊 就像陶老师刚才讲的 在互联网上 假如有一种 咱知道电脑病毒 但是假如有一种思想病毒 总部肉身都消亡了 可是一种意识 在互联网里边无所不在 只要这种思想存在 就像个人都是各自为战 人自为战 各自为战 没有总部 没组织追认 这事你怎么 可是英国人最怕的就是这个 他说你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 然后呢 那没办法 如果你管得那么严 但最后又出了 还是出了一桩事 就会宣告你整个这个体制是无效 那怎么办 那没办法 现在是战争 战争就有这种非常手段 看来咱们会生活在一个自由 越来越小的世界里 就会帮忙碌